南亚理工大学报读医学及外科学士学位课程的学生 下来得在首两年担任关爱勒林大使 这是南大李光潜医学院与互联中心所合作展开的计划 希望能培养以人为本的护理服务理念 让毕业生拥有应对超老龄化社会的技能 当黄熙靖从医学院毕业后 我国每五人当中就有超过一人的年龄是65岁以上 作为课程的一部分 他将与关爱勒林大使共同进行家访 以更好地了解年长者的需求 在计划下 150多名学生将进行大约84的加放 向年长者分享保健知识 推荐适合他们的运动 因为医生培养出来最后还是要到社区跟病人看病 所以我们特别趁这个机会 把我们一年跟二年级的学生放在社区里面 他们受到训练怎么样跟老人家沟通 知道他们的需要 从现在起 南大每一批新医学院学生都需要参加相同的计划 卫生部长王颖康今天在海军部村庄举办的活动上 见证了南大理光潜医学院与互联中心之间 合作备忘录的签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